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1月17號天天玩樂園的更新內容 究竟新增了哪一些有趣的東西呢 趕快跟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這個超壯觀的演唱會音樂廳吧 裡面看起來是非常的寬敞 但是目前都沒有放任何的東西 然後這個門也都還不能開 再來這邊新增了一棟北極熊的大樓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變成了購物商城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吧 然後出了很多款的禮包囉 有兔兔服裝 熊美服裝 熊美我有拍開箱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點上班來觀看哦 還有甜蜜的廚房 夢幻獨角獸 甜蜜的廚師 再來還有這個北方民俗禮包 每天可以抽5次 那我就先來試抽看看囉 結果我都沒有拿到服裝 還是一樣都是吃的 然後演唱會門口有一個任務可以接 要幫他送出免費的票券 感覺就是跟送披薩一樣囉 完成我們就可以拿到鑽石了 你們看完廣告就可以拿到6顆囉 然後這個任務一天只能夠做2次哦 算是還蠻不錯的打工 大家要記得每天來這邊做一下任務 因為官方現在也會出一些不需要台幣購買的禮包 真的是超佛心的呢 然後禮物這裡也更新囉 這個大便頭也太可愛太有趣了吧 然後這台黃色的跑車超酷的 然後呢還有這個紅包哦 那我就先送一個給吐司蛋 看看他會收到什麼囉 還不錯 他收到的是新幣1000哦 應該還會有鑽石吧 有沒有人收到鑽石的呢 然後成就系統提高到20囉 多了一些新規的活動可以解 例如這一個鏟子達人 完成以後就可以領取獎勵囉 還有其他的新規活動 大家都可以去把它解完 服裝這裡也更新囉 有熊美 兔兔 熊美的圍裙 熊美的帽子 還有兔兔烤蝦 熊美烤架 還有超級兔兔 那這一次呢 這個大隻的兔兔呢 是150斤鑽 之前熊大是304斤鑽 所以兔兔跟熊美比較便宜耶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 就趕快買囉 那這些兔兔跟熊美的家具啊 如果有想要購買的話 建議去買禮包會比較划算哦 然後多了很多麵包店的布置家具了 有麵包展示架 鄉村麵包 烤箱等等 還有麵包店的創戶 這些都是布置麵包店所需要的家具哦 如果你有布置出麵包店這個主題的話 歡迎到LINE群組來分享哦 然後狼人服飾復刻囉 大家就可以再去釣魚來獲得箱子了 我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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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 我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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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啊 好滑 讓我過 不要擋我啦 啊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今天的更新就介紹到這邊囉 讓我們一起期待演唱會的到來吧 喜歡請幫我按一個讚唷 新朋友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